我们六道凡夫 都把这个身当做自己 佛告诉我 这是你 错误见解里面的头一条 那身是什么 身不是自己 不是自己是什么呢 身是我所有 不是我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自己 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 你看看 不但我们看出来了 六道凡凡 一界天四界天五四界天 通都错了 都把身当做我 五四界天比我们聪明 为什么他没有身体了 没有身体了 他把灵魂当做自己 还是错了 灵魂不是自己 什么是自己呢 灵性才是自己 主办圆明聚的门 横数万法 成为一大元起 法法交彻 故随与一法 其他一切法 即半之而远起 一皆举一法为主 在其他一切法为半 而赋予此一法 更以他法为主 借余与一法成办而尽其之 故一法圆满 一切法之功德 使明 圆满 之德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是社学最后的一门 跟一般文章相类似 第一门是总纲 末后一门是总纲 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 这你借的太殊胜了 什么叫主 什么叫办 什么叫愿民居得 这一段里头都有解释 请看经文 横数万法 在前面 前面八门 讲的是横 第九门 讲的是树 横是什么呢 横是讲的空间 横便是方 树是讲时间 过去现在未来 叫树穷三计 这就把整个宇宙都包括了 一样都不漏 释出世间法 离不开时间跟空间 在佛法里面叫横数 就是时空里面 万死万无 叫万法 包括我们 在其中 不但一切人在里面 一切动物在里面 树木花草在里面 山河大地在里面 无量的星球星系在里面 还有 不同维持空间也在里面 相容相极 这前面说过 重重无尽 这是什么 这是自信 经上佛常讲 自信 发而入世 这个法 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是人为的 不是创造的 信德本来就是这样 大成交里面 佛常用一句话来形容 叫不可思议 你不能去想 你决定想不到的 你要是用想 越想越复杂 为什么呢 想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功能叫能变 万法是所变 你越想 它变化越多 所以不能用想 意识 意识一论是说 说不出来 没法自说 不可思议 是真的 人要真的放下 念头不想了 不说了 妙极了 真相就兴起了 只要你能够不想 只要你能够不说 你就大彻大悟了 那这个宇宙之间的 性向离死因果 全摆在你面前 你全都明白了 这什么道理 主应该明白了 我们在讲习当中 学了这么多年了 你什么都不想了 什么都不说了 是不是 把妄想分别 知者统统放下了 统统放下不就成佛了吗 那真的 你就入花言境界了 我们入不了啊 就是因为还有想 还在讨论 还在议论 这不行啊 只要你有想 你还在议论 说实在话 边缘也没站上 你看花言经里面 花言经是佛教大学 这个学校是个圆满的学校 从小学到大学 小学一年级 是实性位里面 粗性位菩萨 粗性是小学一年级的菩萨了 我们有没有办法进去 没办法 为什么呢 他的条件 是要放下最粗的 粗细的粗 最粗的烦恼 进货 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三界 错误的观念 要把这个放下 错误的观念很多 佛把他归纳 八十八品 品是类 分为八十八种类 在教学过程当中 释迦牟尼佛 善巧方便 又把这个八十八类 归纳为五大类 这就好讲了 便利于粗细 这个五大类的头一个叫身见 我们六道凡夫 都把这个身当作自己 佛告诉我 这是你 错误见解里面的头一条 那身是吗 身不是自己 不是自己是什么呢 身是我所有 不是我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自己 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 你看看 不但我们看出来了 六道里面 欲解天 四解天 五色解天 通都错了 都把身当作 那五色解天呢 比我们聪明 为什么 他没有身体了 没有身体了 他把灵魂当作自己 还是错了 灵魂不是自己 什么是自己呢 灵性才是自己 阿 妮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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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